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目前为止 人类总共发现了79颗自然卫星 可以说 木星家族是非常的庞大的 一度让人们认为它是卫星数量最多的行星 不过这记录被土星打破了 而今天脑部军为大家讲述木星卫星之中的一个 这个卫星体积之大已经超越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了 如果不是它围绕着木星转 而是围绕着太阳光转的话 说不定真的可以成为另一颗行星了 它也是太阳系中唯一一颗拥有磁圈的卫星 同时在这颗卫星上还存在着一些 让人类觉得非常适合生命出现的东西 那么这颗卫星究竟是谁呢 那就是神秘的木卫三了 发现过程 1610年1月11日 伽利略·伽利莱观测到三颗靠近木星的星体 第二天晚上 他注意到这三颗星体发生了位移 接着他又发现了第四颗星体 即后来的木卫三 时1610年1月15日晚 伽利略确定这些星体是围绕木星运行的 不过在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360年之间 最有可能的是在公元前364年夏天 中国战国时期的甘德就已经发现了木卫三 比伽利略早了2000多年 根据唐开元战经引路甘德论 及木星时所说的话 若有小赤星过于奇策 著名天文学史学家习泽宗先生指出 甘德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 就观测到了木星的最大的卫星 体型大小 木卫三直径达到了5262千米 水星的直径只有4878千米 其大小比水星大8% 这比火星稍小点 轨道距离木星约104万公里 围绕木星运行一周需要7天时间 木卫三的结构 主要结构是 由硅酸盐盐和水冰组成的 其内部主要有三层 一 内部有一个密集且富含铁的核心 其半径可能为500公里 温度约在1500到1700K之间 二 存在一个由硅酸盐构成的地脉 三 有一个由冰体构成的外壳 木卫三表面 其表面是由两种地形类型组成的 一 黑暗的地形大约覆盖了木卫三表面三分之一的面积 尽管木卫三表面布满了撞击坑 但黑暗区域更为普遍 地形之所以呈现出深色阴影 是因为表面冰含有粘土和有机物质的缘故 科学家们认为 这些粘土和有机物质来源于坠落的天体 二 另一种地形是由长而窄的洼地构成的 它们大多数呈平衡排列 彼此相距5到10公里 但深度可达数百公里 这种地形可能是由木卫三的构造活动形成的 小小卫星也居然拥有磁场 1996年 也就是在抵达木星后不久 伽利略号上演了一项惊人发现 木卫三拥有自身的磁场 包括地球在内的绝大多数系内行星 都拥有被称之为磁气圈的磁环境 没有人想到卫星也会有磁场 1996年至2000年 伽利略号对木卫三进行了六次定点飞跃 利用携带的多台仪器 包括等离子体子系统PPLS 收集木卫三磁气圈的数据 PLS用于测量穿过伽利略号 作为环境的等离子体的密度 温度和方向 等离子体是被激发的电离气体 新研究结果揭示了 木卫三磁气圈独特结构的有趣细节 研究论文刊登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上 我们知道地球的磁气圈 除了让指南针工作和上演绚烂的奇光 还能保护地球免遭太空辐射侵袭 因此是地球生命繁衍生息的关键所在 一些科学家认为 对于生命最初的演化 地球磁气圈同样不可或缺 因为有害的太空辐射能够浮食我们的大气 研究太阳系内的磁气圈 不仅能够帮助科学家了解 影响地球周围磁环境的物理过程 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窥探 其他具有潜在视居性的 系内和系外行星的大气层 木卫三的磁气圈 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机会 探索规模更大的 木星磁气圈内的独特磁环境 磁气圈保护木卫三 免遭太阳风侵袭 它的形状不同于太阳系内的 其他磁气圈 与地球一样 木卫三也能上演 绚烂的极光球 不同的是 导致木卫三极光的粒子 来自于木星周围的等密子体 而不是太阳风 发现巨大海洋 早在1970年 科学家们就相信 木卫三的地表深处有海洋存在 2002年 伽利略号航天器 证实了木卫三有海洋存在的可能性 此外 哈勃电门观测台 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据 来支持地下海洋理论 据信 木卫三的海洋 位于两层冰之间 深度可达100公里 在寻找西外行星或其他天体上的生命时 科学家们遵守这两条规则 物体必须位于可居住的区域内 并且必须包括液体水 然而木卫三不在可居住的区域 且它的表面也没有液体水 所以它的表面可能没有生命 但尽管如此 生命可能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海洋中 由于木星的潮汐力作用 这迫使木卫三收缩伸长 从而使其升温 木卫三的核心温度也是足够高 核心温度在1500到1700K左右 因此在这些因素中 木卫三得到的热量 可使水保持液体态 我们知道生命需要液态水 所以在木卫三上 寻找生命的前景还是非常高的 也许在木卫三的水域中 可能存在最小的生命物体 甚至是单细胞生物 除此之外 人类还发现了 木卫三上存在着细胞的大气层 哈勃望远竟还发现 木卫三表层有一层细胞的大气 而且基本上都是氧气 科学家认为 是由于木卫三表层的冰 在阳光照射下分离成氢和氧 其中氢原子叫氢 木卫三的引力不足以束缚它 所以气态氢逃离了 只留下了部分气态氧 此外木卫三也拥有高离子层 这让木卫三在很多特征上 都与地球极为相似 那么木卫三上会不会有生命呢 其实木卫三的表层是不可能有生命的 原因有三个 第一是木卫三的表层并没有液态水 第二是 其表层氧气非常的稀薄 表面气压不足地球大气压的万分之一 第三是 木卫三的表面太寒冷了 其平均温度在零下160摄氏度左右 没有生物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 这也让很多科学家推测 虽然我们目前尚未在木卫三的表面 找到生命迹象 但是木卫三的内部 或许要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正如前面提到的 木卫三的内部海洋 与木卫二一样 有可能存在生命 甚至木卫三在某种情况下 要比木卫二更靠谱 在木星的卫星中 除了木卫三之外 像木卫二和木卫四 也具有许多独特而神秘的特征 计划在2020年 人类将发射木星 冰月探测器进入木星系统 其主要任务是探索 卫星的大气层 磁层 以及木卫三表层之下的海洋情况 如果在未来 人类太空科技发达了 有能力深入木卫三 内部的液态海洋中进行探索 并发现了生命的存在 那或许会改变 人类探索地外生命的一些认知 虽然很多星球上 表面环境恶劣 生命无法生存 但在其星球内部的环境 有可能非常舒适 反而会适合生命的生存 从而诞生生命 以我们地球来说吧 地球是一颗物种丰富的生命星球 大部分生命都生活在地球表面 但地球内部是什么情况 人类对此的了解却非常少 我们可以去天文望远镜 观测到几百光年外星系和恒星 但我们现在却没有更先进的手段 去探测到地球内部的真实情况 地球内部是否另有空间 是否有高级生命的存在 对于我们 一直还是一个谜 随着人类科技的不断进步 未来人类必须会走向真正的星际文明 那个时候 人类的探测手段会更加先进 我们不仅可以探测到星球表面的情况 更可以深入星球内部进行探测 那个时候 或许我们会发现 太阳系 并不像原来认为的 除了地球 就没有地外生命的存在 生命的痕迹 有可能不变整个太阳系 当人类有能力离开太阳系 去更遥远的星际区探测 还会发现更多的生命星球 会发现其他的外星文明 宇宙各种各样的智慧文明 不同的生物种类 会让人类大开眼界 我们现在认为不可能存在的生命种类 也许在未来会在宇宙中发现 或许宇宙中文明的数量 远超我们的想象 而人类的数量 在一些高级文明的眼里 实在是太少了 我们觉得全球70亿人口 已经很多了 但到了星际文明时代 可能7000亿 都还觉得人不够用 那么小伙伴们 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 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到视频下方留言哦